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这个店呢 只要就负责为客人点单 陪客人拍照 还要跟客人玩游戏 一天一地 我都能看一看 我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一个绣手座的女生 平时比较爱闹爱折腾一些 但是只要是我空在家里面的时候呢 我都会比较安静 听听音乐啊 看看书之类的 或者是陪陪我们家小狗 偶尔也会做一些好吃的点心 就想跟我们家一人一起吃 这次还参加这个节目 是为了快点把自己架出去 越早越好 如果你是真的喜欢我的话 那请你快点到台上来 把我带走吧 欢迎来到江苏卫视 步步高音乐手机 《非诚勿扰》 有请主持人孟非 您现在收看的是江苏卫视 星派交友节目步步高音乐手机 《非诚勿扰》 大家好 我是孟非 我们的节目开播到现在 收视率持续攀升 报名参加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 越来越多 我说话这会儿估计 还有电话再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同事跟我说 按照我们的播出的这个密度来说 可能已经排到了2012年 所以废话少说 抓紧时间多配一对试一对 请出我们今晚 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 欢迎你们 请亮灯 24位美丽的女生 欢迎你们 请亮灯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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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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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银鑫 你穿的这是护士服吗 是啊 这是你工作的衣服吗 对 介绍一下你的工作好吗 我是那个精神科的护士 然后我是来这儿找一个那个精神正常的男朋友 这是我的目的 找一个精神正常的 你工作当中就碰到不正常的 我问一下 你觉得我和乐佳老师 比起来哪个精神 更接近于不正常 怎么说呀 因为那个乐佳老师 是学心理学的 我不敢说得太多 说得太深 你怕他待会对你下毒手 好不用担心了 我们抓紧时间 来看我们的游戏鬼子 每轮24位女生 通过爱之初体验 爱之再判断 爱之终结选三关 来了解同一位男生 在此期间 女生亮灯表示愿意继续 灭灯表示不愿意 如果场上只有一位女生亮灯 那么主持人将询问男生意见 同意则速配成功 如果场上所有女生都灭灯 此男生必须离场 三关之后 仍由多位女生亮灯 则全力逆转 男生将有机会 主动挑选自己心仪的女生 为了鼓励我们的男生勇于表现自己 我们栏目组对于进入到男生特权的男嘉宾 给出我们的约会基金 一盏灯一百块钱 如果24盏灯 全部亮着我们送出双人欧洲十日游 所以大家要努力 有请今晚的一号男生 一号男嘉宾乐嘉 今年35岁 欢迎你 之所以这样出来是乐嘉自己的要求 他也想体会一下 因为他的工作是要感受 所有人的这种心理状况 所以他想感受一下男嘉宾从这出来 是一种什么样的 要跟女嘉宾要交代一下 这个体验无法替代 你知道吗 因为坐在这个台下的话 是坐在说话呢 不嫌腰疼 所以我要感受一下这个 作为男性在台后的这种内心的感受 我现在可以明白就是 你知道当枪决一个犯人的时候 真正开枪的时候是不恐怖的 在执行枪决之前 那个等待的时间 那种内心深处的痛苦 所以我可以很理解他们 赵云星 你觉得这像一个精神正常的人 说出来的话吗 有点晕 咱们也试一下 来 24位女生对你面前的这位 叫乐嘉的男人 什么样的印象 请考虑 你上次几战 我只要比你多我心里就平衡 你跟我比什么呀 请决定 没关系 我们有时间慢慢等 灯坏了吗 哎 导播灯坏了吗 我成绩给你成绩好不好 好吧谢谢啊 我们要鼓励一下像维多利亚 像杨文君马诺这样的 一直坚定的 甭管她是谁不喜欢 就直接把她灭了 好 你们四个等着瞧 好 一个小小的玩笑 抓紧时间 请出今天真正的 一号男生 大家好 我叫黄飞24岁了 欢迎你 你是我看到这么多期 开场最腼腆的 还没走到地方 半道就开始说 比较紧张 我可以理解你的紧张 对对 我可以理解 体会过了 面前24位女生 抓紧时间看一下 谁让你一见钟情 能不能最后把她请出来 要看你能不能进入到男生权利 有信心没有 还行吧 对面的24位 对于这么腼腆出场的 这位男同学 有什么样的印象 请考虑 请选择 18盏灯 成绩应该是相当不错的 胡元军 我觉得他就是那个特腼腆 我有一种特别想保护他的欲望 难得有个男生激起你这样的一种欲望 杨文军呢 胡元军说要保护他 那我退出 胡元军你人缘挺好的啊 谢谢姐妹们支持啊 他们想把我早点嫁出去 我们都希望你早点嫁出去 谢谢谢谢 看你的意思我不能再往下问了 抓紧时间看他的个人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叫红飞 现在在进一家囚房 目前现在收入的话 有时候不会很稳定 大概四五千块钱 有时候好一点 有时候差一点 因为做生意这个东西 不是说能好就好 希望 让我们把我们的康宏八号 开得来比较多 在南京有更多的连锁 可以引领南京的球士 让南京的财球得到最好的大奖 球展灯还亮着 谢家 你喜欢这个运动吗 我不喜欢捉球 不过这是我没有尝试过的领域 而且我对他的那个人生规划 挺感兴趣的 我认为 如果做生意 就不应该小富极啊 就应该多开几家店 然后让大家都能够体验这种 新的爱好 我特别喜欢听你说话 谢谢 你在这些女孩当中说话 显得永远那么有条理 有想法 一二三四五六七 特别清楚 德嘉老师 我也特想说 我对谢家说的话也很有兴趣 我很想向你请教一下谢家 好的 这个台上的男嘉宾 有很多人都说 自己有很多很多梦想 你能告诉我 你是如何判别 这个人讲的梦想 是他的空想 还是他真的有这个想法 你是如何来判断的 说实话 我不敢轻易地去判定 但是我想 人只要敢想 他就能有这个前进的步伐 哪怕只踏出一步 但如果他连想都不敢想 他连说出来的话 都不敢说的话 那也许永远都不会实现 他的理想 谢谢 谢谢 越说越好 好 我们多了解一下 他的朋友怎么评价 他的看个东西 黄飞啊 平常比较喜欢 寻求自己的东西 比如说 尽管会跟别人去鼓球啊 然后去玩那些 包玩乐之类的东西 花钱如流水 没有素 有时候我真的实在也看不下去了 这胖子真是你朋友 他也许是跟你开玩笑的 但是我不知道灯现在只剩一盏面那么多 跟这个胖子说的那话有没有关系 我想问问五霄 你如梦初醒的发现自己灯还亮着 我跳 那也得接受这个结果 我吓着你了吗 是呀 我好吗 我都立即来了 人生有很多偶然因素导致的结果 也未必就比那种深思熟虑之后的要差 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你对他的印象 现在你能看了两个短片之后 告诉我们 按说玩嘛 我们俩应该很玩的来的 我也打桌球啊 然后平时也对夸钱没有规划 但是我这样了 我的另一半再这样 你觉得日子还能过下去吗 而且他比我小 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女孩子 我也是很小家自欺有的时候 我需要一个男人来忍让我呀 去照顾我 但是我觉得他就算是 现在做朋友就算是弟弟嘛 我觉得我不可能说是我去照顾我的男伴吧 你决定这盏灯还亮着吗 可能会在我那个朋友说的话吧 如果搭了朋友就算了 今天晚上的第一位男生有点出师不力 希望下一位的运气能好一点 有请下一位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李宝宝 请你22岁 很高兴见到大家 谢谢 欢迎你 你能不能把你的名字再清楚地说一遍 我的名字叫李宝宝 木字里宝剑的宝 谢谢 李宝宝 好 李宝宝 看看对面的24个女孩 有没有你特喜欢的那一个 最后能不能把你喜欢的女孩请出来要看你 希望你要走到男生角力 会有最大努力的是 好 对面24位对这个叫李宝宝的男生 有什么样的印象 请考虑 请选择 谢点 我感觉它特别的干净 有一种像水一样的感觉 我对它的印象也挺好的 但是我怎么就联想不到水一样的感觉呢 就是水嘛 就是很干净 然后清澈 然后很君子 然后很有德 就是有这种感觉 你今天来的时候背了很多诗吗 没有 就突然想到就想讲 为什么 刚才前面那个可爱类型的人 是吧 胡元均有照顾他的欲望 为什么这个可爱类型的人 他把他给灭掉 胡元均你回答乐嘉 因为我觉得他走出来的时候 特别没有气质 那他讲话的时候 我特别不喜欢没气质的男生 来我们为还亮着灯的十一位女生 我们来看下一段短片 我叫李宝宝 然后来自陕西渝林隋德的 然后我们那边是黄土高坡 住的全都是窑洞 然后呢在北京工作两年 然后现在从业那个房地产销售公司 然后在那个房地产做了大概就两个多月吧 然后收入了现在还几乎没什么收入 因为刚刚呢对一些专业知识啊 或者是楼牌啊 然后也是特熟悉 但是会努力的 肯定是没问题以后 目前呢就在那个西四华外 然后租了一个田村小区地下室 一个月两百块钱 刘思辰 你看到他的这个生活现状 你有什么要问他呢 刚刚看到那个VCR的时候 我心里我说不上来一种很奇怪的感受 就我很想哭 就觉得他很坚强 他不会因为现实的一些很残酷的东西 去气馁也好 去 我知道你的那种感受 戴文君 你也有这样同样的感受吗 我觉得一个人一直在奋斗 一直不放弃自己的梦想 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那对于这样一个执着的年轻人 我是挺感同身受的 来 我们先给四号六号 这颗善良的心一点掌声 多好的女孩啊 我们要让他们还亮着灯着七个女孩 或者说让我们所有的人 再看看这个年轻人 看现在的生活状况和经历 开始转变 家里过来的话呢 那时候身上只拿了800块钱 然后拿了800块钱 对于北京来说的话 800块钱一个月头真是很难收走 800块钱连车费算过去的话 哥哥就没什么钱了 然后那时候监约 一天的话到每天吃一顿饭 每都吃面条 就是找一个最便宜的地方 然后最大的晚上吃一顿饭 然后一天就过了 后来呢 可以慢慢就挣两天的 慢慢吃饭 慢慢就稍微监约一点 稍微一年的话 也就买个三次的衣服 能穿 一直在努力 一直在工作 这个短片放完 七盏灯 一个也没灭 还亮着 我告诉你 在这之前上来的很多人 收入比你高很多倍 但是在都被灭掉了 都是因为他们很多人觉得 这个收入不令人满意 但是我惊讶地发现 刚才你比较辛苦的那种生活 并没有改变他们的选择 你有什么想说的 我在这儿呢 首先谢谢你们对我的支持 对我的理解 我非常感动 也非常地感谢你们 谢谢 但是呢 我会对我的梦想 我永远不会放弃 我会去追求的 永远会去奉斗的 我相信这是每个成果者的 这些挫折呀 坎坷呀 都必须要坚固的 谢谢 古霄 你想象一下 这个男孩 如果他明天是你的男朋友 我需要这样一个 得力的助手 而且我觉得 人不怕穷 出生都是无所谓 这都是我们不能改变的 但是 如果你后天努力了 你有这颗心 奔着你想要的东西去走 总有一天 你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因为我们刚开始 很多人 在座 我相信很多女孩 还有很多观众朋友们 也是一步步这样走过来的 我相信你能行 因为你有这样一颗心 而且我觉得你没有任何 让我不喜欢的不良嗜好 吴元军有话要说 那个我看到他后面的VCR 我特别想跟他道歉 我刚刚说的话 真的在这里 我深深地跟你说声对不起 没关系 没关系 你知道他为什么向你道歉吗 因为呢 对我 我自认为感觉了 因为呢 他向我道歉 感觉我真的意志力 是存在的事 是吗 那我告诉你 现实很残酷 不是这个原因 如果你是强者 他绝对不会向你道歉 因为在他的心目当中 你是个非常非常弱的人 所以他觉得伤害弱者 不太好意思 所以向你道歉 乐嘉老师 说到一个比较残忍的问题 因为在这个台上 出现过很多 比你条件好的多得多的人 他们都说过 比这个刻薄的 刻薄很多的话 但是今天 好像到现在没有人说 我那感觉也不是太难受 因为要在不断地 刺激到处找大 谢谢 刚才我说到 那么我们想来了解一下 李宝宝 他的奋斗的目标是什么 他的明天 期望 期待什么 看多遍 我出现了两个梦想 一呢就是想猜 猜猩 当兵 这个梦想实现 二一个呢 我就想当一个明星 然后明星呢 大概都能看到 都知道 我很羡慕的 然后呢 好 我经常想 经常做梦就梦了 确实真的 因为我确实太巧 但是我当明星了 我都是不知道 从来开始起头 从来开始起步 所以只能一直 求小机会 其实我对他没有任何就是说不喜欢的地方 只是我看到他说他想当明星 你最后一句话暴露了你虚荣的一面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人类因梦想而伟大 李宝宝你有这个梦想很可以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只有你敢想你才会付出一系列的行动 你一定可以的 你可以向着你这个目标努力的 人为什么不可以有梦想呢 那你应该跟他一起啊 然后一直在身边默默地支持他 我觉得他就像一只刚刚破壳而出的小鸟 然后没有见过外面广大的天空 等他见识到了以后 他还能飞回来吗 我觉得他一飞出去就飞不回来了 一个是当兵 一个是当明星 这两个你的理想 让那七盏灯全部灭掉了 我想问一下乐嘉老师 你觉得问题出在哪 我先反问这个小伙子一个问题 你知道孟非老师之前是做什么的吗 孟非老师不是太了解 那我跟你汇报 孟非老师之前是一个 传说是锅炉场的工人 他在锅炉场做工人的时候 没人相信他能够成为江苏最牛的主持人 所以从理论上面来讲 人应有梦想而伟大 但这个梦想 是要有一个基本评估面的 乐嘉老师在往下说我要哭了 他刚才说的那是真的 我曾经在一个印刷厂当工人 我的工资是两百八到三百块钱左右 那个工厂现在还在 从这儿打车过去 大约二十块钱左右 就到那个地方 我经常还路过那个工厂 还看一眼我曾经工作战斗过的地方 我想在这个社会上 我和你的起步应该是一样高的 所以我想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不可能的事情 也许有些人今天看得无限风光的 也许他明天什么都不是 需要人 刚才乐嘉老师讲的 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把握和评估 也许我现在唠叨的有点多 很多观众已经听不下去了 非常遗憾 你得离开我们舞台 希望所有人给你的建议都让你记得 不过是别人怎么顺便了 但是我相信了 没有不可能做不到的 别人越不相信做不到的 我越要坚持 我越要做 越这样让我绝对行的 没有不行的 我相信今天舞台上的这一幕 对李宝宝来说 是他成长过程当中 应该能够记住的一幕 好了 抓紧时间 请出今晚的第三位 各位玩家 伸出你们的双手和我一起打架 减排 1 2 3 Come on 1 1 1 Yo 各位玩家 你准备好了每10点半的21点 是我触摸的时间 最好小心一点 我随时所以会在你面前出现 让你感觉到非常危险 现在全场的各位好朋友 和我和你一起合作一下 我说孟非 你们一起说好 孟非 好 Yo 欢迎你 非常别致的开场 很特别 关于开场的特别 结合最后的结果之间 我们好像有一个 上个礼拜刚刚说过 称翻臂 对 我想 我就知道乐嘉老师要说这话 来自我介绍一下 用我们能听懂的汉语 来自江苏南京 今年27岁 名字叫余波 余波 好 看一看 对面24个女孩 最让你动心的是谁 能不能把他请出来 你也太着急了吧 我从来没看到过这样的一幕 你以为马上你选那个人 立马带走是吧 要能都带走 这台上一个都上不下来了 刚才李宝宝也能领走一个 稍微 对面的女孩 对这个开场特别的男生 有什么样的印象 请考虑 请选择 15盏灯亮的 成绩还不错 马诺 我注意到他开场的时候 你听他那个开场的时候 肢体语言有点夸张 为什么 我很惊讶 我没想到他唱着歌就上来了 我以为他自己在开演唱会 今天开场出来的每一个 好像都有点特别 潘一 你喜欢这种风格 我觉得很帅气 王梦杰不喜欢 他刚刚上场的时候 他就唱了一堆我都没听懂 我就听懂了一句最后一句 说孟非好 这个我听清楚了 其他我都没听清楚 其实就最后这一句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胡彦军 我觉得他唱歌特好听 我希望他以后在家里唱歌 我听 你在沙发上磕瓜子看电视 他这边上拿个拖把 一边拖地一边唱这个 对吧 对了 蛮好的 一边唱了 蛮好的 好 好 我们来看一看 他的个人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是一波来自江苏南京 今年呢27岁 从小呢 我就是一个喜欢唱歌的男孩 所以呢 现在从事的工作也是 和唱歌有关 在一九一二的 常人会所的歌手 有时生物呢 这音乐 大概是 一万到两万块左右吧 但是呢 我这个人存不了很多钱 因为平常很喜欢乱买东西 真的喜欢都买 不管价格都贵 所以 真的存不了 家里面就经常说 他说 如果啊 你年纪大了 得多存身钱 以后好 结婚养老婆 这一点 因为现在到2010年的嘛 然后我今年订了个计划 就是说 每个月开始存钱 存70%的工资吧 和收入 灯灭了不少 胡元军 因为他是酒吧唱歌的歌手嘛 第一我不喜欢去酒吧 第二呢 他就跟那个发型师一样 天天给人家说甜蜜的 他是在那酒吧里面唱歌 就天天给别人唱歌 以后 他再回来家就没空给我唱歌 也没心思给我唱 就很累了 王玉婷 我觉得他那个花钱太厉害 你看他那个 都买那么多奢侈品 为什么不存点钱买房子呢 而且我觉得他好像 就是看他那个住的环境 不是非常好 我觉得他有这个钱 花在这种 这种外表 这种虚的东西上面 为什么不弄点实在的东西呢 因为他是酒吧歌手 必须花钱在外表上 来 9号 其实你的职业跟我一样 也是酒吧歌手 所以我觉得 我挺赞同的 因为因为在唱夜场的人 其实平常就是工作比较辛苦嘛 然后肯定存钱啊 肯定会存不住 但是如果你说你的计划 我觉得跟我还蛮一致的 你们俩既然那么 相同的职业 对生活的态度又那么接近 要不然你们俩直接走算 刚刚我想啊 就是跟二少王玉婷 他刚刚说 没钱就是不存钱 那你用唱的反击我吧 20号的王玉婷 我告诉你 我有房 我有车 我很有钱 听明白了没 很好 好 现在还有无展能量的 关于他的一些情况 到底他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来看下面的片子 第一时间 如果这个女孩 给我的感觉非常好的话 我就会 就是喜欢上这个女孩 这个稿 我和女朋友分手呢 都是分析出来 因为女方 她会给一个最简单 最简单的理由就是说 她预告你最最好 不完全 因为晚上去玩 女孩都是比较好看 比较漂亮 比较草良的女孩 我也认识很多很多女孩 但是毕竟工作是工作 和谈女朋友是另外两回事 诱惑是肯定会 但是就是妈妈在 自己 有的是因为 在自己的爱好上 出了问题 最后非常遗憾 比如说诗人之类的 有的是在自己的朋友 这个圈子 各位呢 其实我理解你们的想法 但是呢 如果要真的去接触一个人 了解一个人 一定要去用心地跟他接触 不是光看一些表面 或者VCR 或者才可以就是 凭你们第一直觉 来判断这个人好一会儿 其实我是一个很好的男孩 好 你们都错了 你们都错了 真的 你们很遗憾 你们都错了 但是很遗憾 好男孩不会自己说好 再见 谢谢 二位呢 可惜不是你 和我到前面 曾一起走却 走却 我孩子们还是肯定有自我保护的事 但是我几乎说了一句 他们等错 那是真的错 撞起时间请出今晚的下一位男生 请出今晚的下一位男生 请出今晚的下一位男生 我叫张博 今年24岁 谢谢 张博 欢迎你 24个女孩 你最喜欢谁 够快了 你是这个环节用时最少的运动员 为什么那么快 我相信我的感觉 他也一见钟情 你这感情也挺奇怪的 好 对面24位女孩 对她的印象怎么样 请考虑 请选择 马诺 你觉得这一次他选的心动女生会是你吗 不是我 他人家看都没看我这边 肯定是那边 从佳哥开始 然后一直到 张涵玉以前吧 谁以前 我知道 从谢佳开始到 对 从佳哥开始到 张涵玉以前 这样 你觉得在那个里边 你真是一个老运动员 特别熟悉 对 油条 王玉婷 为什么灭灯 太瘦了 没有能力 保护女生的感觉 你希望那种肌肉男 肌肉男也不喜欢 但是他这个身材太瘦了 我在努力 王孟杰 你的灯总是灭着的 没有 我觉得 他可能 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所以 我也不想了解 我就把它按了 好 还有15个想了解的 我们来看他的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叫张伯 我今年24岁 我现在是在一家 外资企业上班 是做文印快印 制作复印的 那么我现在的职位 是做值班经理 然后 我目前的薪水 大概也是在 3000到4000元左右 谢谢 谢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 徐玲 我想请问一下 他是在哪个国家的 外资企业工作的 美国 FedEx 那我想请问一下 你可不可以秀一下 你的英语水平呢 这个你还真问着了 因为我的all English 不是很好 抱歉 你要不要试一下 那边有一个英语老师 那我试一下吧 Hello everyone So my name is 张伯 My English name is Randy So my English is not very good Especially my English grammar So I hope my English is better than the future 差不多了 这个张伯 我不能再说了 对 我其实蛮好奇 就你前面跟徐玲已经讲 其实你的水平还一般了 为什么一讲到维多利亚 你就要去给维多利亚 去做一个示范来秀一下呢 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要让他知道 我这个是盗版的 山寨版的 他那个是正版的 我特别喜欢让男嘉宾展示才艺 我觉得这个环节很有意思 还好你及时地打住了 谢佳 我特别想听听你的看法 因为我英语 还没有达到那么好的程度 我还没有资格 去评论别人的语言 你听听 他说话永远都是充满着理性 因为我的英语不好 所以我没有资格评价他 在这个场上 就是二四位女生当中 最有哲学家气急的 对对对 最有理性的 不过我觉得他 怎么说呢 挺能奉献的 就像蜡烛一样 牺牲自己 照亮维多利亚 他不仅像哲学家 还像诗人 好 关于他的爱情观 他希望找什么样的女孩 我们来看下面的片子 我对于感情 因为是单亲家庭 所以在有一阵子的时候 我还会产生一些 不相信的怀疑的态度 因为我觉得 结了婚 是不是就不会离婚了 但是 我母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在我的心里 留下了一道很深的阴影 我觉得难道 有结了婚 还有离婚的吗 后来随着自己的年龄慢慢长大 我明白了这些问题 因为感情 是需要靠经营的 而不是靠一时的兴起 所以对于感情 我会去更加的珍重 更加的去专一 我也希望我的另一部分 能够接受我的家庭 能够理解我的家庭 谢谢 六转灯没有变化 刘思辰 其实跟母亲在一起生活 你觉得好吗 现在挺好的 挺好的吧 其实这样就够了 没必要考虑那么多 我觉得如果我以后选男朋友的时候 也不会说因为她的母亲不在 或者父亲不在 或者是离异不选择她 我也会照样禁我 儿媳妇说得有点早的一份孝心 谢谢你 谢谢 就是你在选男朋友的时候 是不是单亲家庭 并不会影响你的选择 说话 对 马诺 我以前交的男朋友 基本上都是就是父母离异 然后跟母亲一起的 然后其实跟他们 基本上都是 基本上都是 四个礼拜有三个都是 这样你们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75%左右 对 然后 其实他们跟他们在一起 他们会时常拿你跟他的母亲做比较 都会 对 他就觉得你可能是 你有这点 因为他们以前一直受母亲的照顾 所以你也要照顾他们 诺诺你说 说是会和自己的母亲作为比较 因为在所有人的眼中 母亲是最优秀的 所有的人都 所有男孩都要和自己的母亲比 我只是站在女孩的历程上 我知道 但是我是说所有的男孩都有这种比较 但是可能是有的人没和你聊 但他并没有说自己没有比较过 也许我们更应该了解一下 他和他母亲 或者说他在家庭生活当中的一些态度观念和状态 看下面的片子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孝顺的儿子 古话讲嘛 百顺孝为先 所以我觉得无论男孩还是女孩 如果你一个连孝顺都不懂 你根本就不要讲其他的东西了 有时候去商场买鞋的 买皮鞋你就买一双就行了 一拎就拎两双皮鞋给我拿回来 他说我自己可以少穿 但是我不能让我妈妈少穿 让我妈妈出去要有面子 他总是这样说 所以可能往往有时候因为这个因素 我也会跟我以前的女朋友会有一些争执 她会觉得你跟你母亲在一起的时间 都比要跟我在一起的时间都要长很多很多 会忽略她的很多一些东西 但是确实有时候没办法 我的母亲可能岁数大 她更需要有人来照顾 我一提起儿子 我老说儿子你可要注意身体 可别走到我前面 你要走到我前面我就疯了 很感人的一段 那我想说因为我第一轮暗灯 是我觉得我看到你 我没有演员 就是两个人之间第一演的那种缘分 但是我通过了解之后 我觉得你是个很棒的男孩 我觉得你以后不必 就觉得自己是那个单亲的孩子 而觉得是自己的错 你很棒的 谢谢你 谢谢你 非常感谢 谢谢你的理解 谢谢 也谢谢 马一鸣也先来自于单亲家庭吗 不是 但是我身边有好多朋友 都是单亲家庭 我从小跟他们一起长大 我眼睁睁睁地看着他们 因为这些事情受到一些 没必要的罪 所以说我很同情他们 现在乐嘉我觉得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多虑了 现在这六盏灯一直亮着 这种状况在我们台上不太常见 我觉得现在因为涉及到一个孝道 这么敏感的话题 中国有句话 百善孝为先 在因为谈到孝道这个问题上 是不是被这种崇高的道德 绑架了这六个女孩 让他们不能在观众面前 在这个问题上把灯灭掉 有没有这种可能 好 这样啊 因为现在厂商所有的气氛 一旦提到了一个道德的高度 就会把很多东西变得神话 但实际上在现实生活当中 很多东西很残酷的 但是我现在要给六位女生提一件事情 生活当中并不像 像你想象的这么开心 比方说 她老娘 就是她的妈妈 从你的角度来讲 相处起来你很困难 因为她很孝顺她的妈妈 她跟她妈妈关系很好 你怎么知道她妈妈什么类型的人 她妈妈是一个很挑剔 随便我举个例子 不管怎么样 她妈妈的类型不是你喜欢的 你相处起来你很困难 那么现在我的问题是怎么办 她会夹在这个两个人当中 胡销 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反问张伯 如果他是个智者 他会把这个问题处理得非常好 如果他会做人的话 中国有几亿男人 好像这个问题都处理得不是很好 其中有人比他智商高得多 也会有很多些的 马诺迪灯灭了还想说 对 因为我说 我就刚才想说 所有女生都一直在说煽情的话 说她父母怎么样 她母亲怎么怎么辛苦 但是真的碰见矛盾的时候 你真的还能跟她母亲说一辈的 跟她说一辈的煽情的话吗 对 我觉得 马诺非常不错 煽情的话都留给别人说 没心没肺的话 都她一个人扛起来 现在 我们进入到了这么一个 我想问张伯一个问题 你说 如果我和你妈妈吵架了 你怎么处理 你会怎么处理 这个比较合理 吼回答多了 这个问题说简单 也简单说 那麦能办 因为甭管是大事 还是小事也好 作为家长 她是长辈 当真面的话 肯定我会需要给家长 一个台阶去下 无论这个事 谁对谁错 你妈妈也要吼 老婆也要吼 那么就是说 我会先去 让我的妈妈去回避 然后把这个事情 去给她淡化 然后再去跟你 把这个事情 再给你说清楚 我有一个观点 自始至终 一直让我老都不会骗 就是世界上 没有什么样的事情 是说不开的 没有什么样的 截止打不开的 因为我相信父母 没有隔夜仇 谢谢 我们进入到这个阶段 你相信有这样的人 会到这个舞台上 能够把所有 面对这六个女孩的问题 都能解答开吗 您在跟我开玩笑吗 你看我这么严肃的人 像开玩笑那种类型吗 来 我们有请 男嘉宾 请上场 马上 马上 阿姨 欢迎你 我们讨论了很多 很多的问题 我相信你在台后 已经听到了 你儿子现在情绪有点激动 没事 其实我真的没想到 没想到 这 非诚勿扰就来 把我的母亲 从这么远的地方 给请过来了 真的 谢谢 我说几句 做妈妈的 我想到现场对儿子 表达我的真心 我感谢你这么多年的 这个孝心 真的你成长过程当中吧 我觉得 就是因为你的孝心和省心 所以才能让妈妈做事 我真的激动都不知道 该怎么说了 其次呢就是我真心的希望 你通过这个栏目能够找到你最 最适合你的 也是你最心爱的另一半 那么趁着妈妈年轻身体还好 希望你能够 以后别老被我操心 能够替你自己的事情多操作心 应该的 除了搞好你的事业 用更多的时间去 用在你自己的身上 好不好 其实我想告诉在场的各位女孩 我已经为张伯做了打算 我不会给你们未来天负担的 张伯妈妈你也知道 我房子也给孩子预备好了 而且我自己的养老 我也准备好了 身体还行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发生矛盾的 如果说将来有矛盾 那么我希望你们呢 也是去用和谐的办法去解决 一定要做到 能够从相识做到相伴永远 千万不要走我们的老路 不要再受到伤害 好吧 谢谢 多好的 你看看 多好的母亲 来到儿子的这个章婚的现场 非常感谢 来 阿姨 请在台下有个威风 关心 六盏灯依然亮着 我已经看到好几个女孩掉眼泪 潘逸 不潇 来 我们花几秒钟时间 把心情平复一下 我现在要说的是告诉你 恭喜你进入到了男生权利 谢谢 谢谢 导播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是我们到现在为止 用试最长的一位嘉宾 现在请你抓紧时间 上去按照我们的规则 在六个亮灯的女孩当中 请你灭掉四盏灯 然后回来 请你打个电几秒 对 就ст把电几秒 去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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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影 我 哇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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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看到他灭灯的一个过程 是最有定见的 既有坚定的地方 也彬彬有礼 来 请出5号 6号 余斌 刘思辰 我们来看一看 在一开始让他心动的那个女孩 会是谁 大屏幕 很激动吗 余斌 我更激动 真的没有想到你的灯没有灭 谢谢 对 我不需要说谢谢 对不起 我喜欢你那句 感情是需要经营的 爱情需要经营 友情需要经营 所有的感情都是需要经营的 那你作为 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是老婆 但是现在是男女朋友 那你不仅多了一个爸爸妈妈 我也多了一个妈妈 谢谢 好 男生权利的第一项 是在他们两个的个人资料当中 十项资料当中 你选择一项继续了解 看大屏 哪一条 讨厌的男生类型 来看看 五号 六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 举止低俗 只说不做的男生 不孝顺的男生 对这个回答满意吗 满意 好 你下一个权利是 向他们提出一个 你最后你认为最重要的问题 我现在还是比较年轻 然后我的经济呢也是很一般 如果说在未来的几年 甚至十几年内 我可能都是保持着一种现状 很平淡很平平 你们会不会就是觉得 啊我当初我认识你 多么多么多么好 一直到了十六年以来 你一直还这样 会不会这样就更多的 也对我的要求会不会更多 对我今后的要求 刘思辰 我觉得主要是 如果你真的去做了 不会没有提高 既然你对母亲都这么认真 这么有孝心 我觉得事业你也一定能成功的 谢谢 我也是这样觉得 因为首先 只要努力 不管你成功不成功 你享受的是一个过程 那我觉得如果选择了你 没有必要去指责你 如果我会说 当初你怎样怎样 那么我会反论我自己 当初我为什么要选择你 对吗 谢谢 我想我有答案 所有的问题回答完了 张伯 现在是你做出 今晚最后决定的时候 两位女生 你的选择是 5号于宾 恭喜你 来 阿姨有请 来 你们三位 有可能是幸福的一家三口 来 来我们现场的掌声 送给这个幸福的家庭 希望他们能够 非常幸福 每晚 我还没记住你叫什么 我还没记住你叫什么 余冰 你虽然叫余冰 可是你的心挺温暖我的 你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凭着一种直觉 就把这种都亮着 就不想去暗 到后来 他说了 笑是你一下触动我的心 因为我妈妈 养育我真的很累 每个妈妈都知道 以后我也要当一个好妈妈 今天晚上注定是一个浪漫之夜 很多女孩 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我们希望今天晚上的浪漫 感人能够继续延续 请出下一位男生 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horeboxes Can you feel it Shoreboxes Can you feel it 步步高音乐手机 《非诚勿扰》 广告之后 《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 精彩继续 请出下一位男生 Can you feel it Shoreboxes Can you feel it Shoreboxes 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horeboxes Shoreboxes Can you feel it Shorebo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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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you feel it Shoreboxes Can you feel it Shoreboxes Shoreboxes 大家好 我是灰太郎 现在是六个月了 兄弟我想喂一下你热吗 说实话 我后面厚厚好长时间了 挺热的 一直保持这个状态吗 是的 没错 你一直想这个状态 还是帮你脱掉 主持人可以吗 可以 大家好 前面我说我是灰太郎 因为我是以灰太郎的身份出现 我说我六个月 是因为我的肚子像怀孕六个月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叫郭峰 今年是27岁 为什么要弄成这样出来 为什么穿这套服装呢 我觉得 灰太郎首先给大家女孩子的印象 是一个好男的印象 那我也希望给大家带来第一印象 是一个好男人 谢谢 你对这24个女孩当中的第一印象中 谁最好 看一下 能不能请出这位女孩要看你有没有运气 走到最后的男生权利 有信心吗 目前是有的 目前有 好 对面24个女孩 对她的印象怎么样 你这肚子稍微捧着一点 好吧 别当时掉下来 24位女孩对她的第一印象 请考虑 请选择 林娜 我们的制片主任要谢谢你 要不然 两张去欧洲十天的机票 就送给她了 参与 我想做你的喜阳阳 多可爱的表态 我参与到现在 只有过两次非常赤裸裸的表示 第一次是跟张鲁翔表示 你想生多少 我就为你生多少 第二次是我要做你个喜阳阳 杨文军 喜欢卡通造型 对我喜欢 平时看那个喜阳阳哥灰太郎 然后灰太郎就应该是所有男朋友学习的榜样嘛 所有男朋友 来看一下这么招人喜欢的人 他的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是郭峰 今年17岁 身高13米83 体重75公斤 目前是在一家公安公司做活动策划 及活动执行 朋友圈对我的评价 最大的一个缺点可能就是 迟到 因为我们睡得比较晚 然后的时候真的是上海的交通比较拥挤 那当然这是有借口 但是我觉得迟到是我一个比较大的 确定 杨文军 刚才你还说挺喜欢的 怎么一转眼 刚才那短片看完就灭了 为什么 因为有两个原因 第一我不是美洋洋 第二经常迟到的男孩 没什么责任感 姜盈 你也是这个原因吗 我也不太喜欢等待 我觉得让女生等待 是一种很没有礼貌的行为 马诺肯等 我觉得我应该会迟到的 比他久吧 所以我不担心 新同学 蒙拉莉亚 我之前就想按掉的 他的个头太高了 哦 然后 然后我不太喜欢 灰太狼 因为他经常会欺负一些弱小的小羊 你要知道是为什么原因而欺负他们 就不会有这样想法了 我们接着来了解一下 这帅哥的人生规划吧 看哪边 那我的人生规划呢 因为目前是处于一种 比较忙碌和紧张的工作状态 我想过两年的话 可能在30岁左右 我想改一份职业 可能当一份导游 因为导游这份职业是我一个梦想 因为他可以借着这个职业的一个特殊性 可以游遍全国各地 乃至全世界 那可能到35岁左右呢 我又想换一种 换一种职业 可能大老师 又回归到最本质的 因为从小学中学老师 我发现 读书的时候老师都非常亲切 也想自己体验一下 到40岁的话 我想回去一个比较安静的 这个项目不错 下面是一个比较生活的项目 非常好的一个城市 我想去那边做一份文职吧 有个客人说的在那边定居 有个海边的风景啊 我相信那个 我已经有我的另一半 已经跟我携手一块 在那边共度一生了 为什么这个短片 原来变化那么大 灭了十几盏灯 拍一 一直换工作 会让我觉得没有这个安全感 这个想要我还是让给其他 他还没换呢 他还没换 就是他打算以后换 那也没有责任性 二号 我觉得人生就应该丰富多彩 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喜欢挑战的人 我相信不同的工作 能够让你学到更多的东西 谢谢 来一号谢佳同学 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点 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谢佳老师 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尝试的过程 他有这么多想尝试的欲望 是一件对成长很好的事 下次准备一支笔 谢佳同学说话 我拿本把它记下来 以后我在别的 主持别的节目的时候 会经常引用谢佳同学的一些话 谢谢 我回去重读哲学去 不然达不到您的高度了 六斤灯还亮着成绩不错 但是那么多人喜欢你 我们来看看他不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好不好 短片 我比较不太喜欢那种 打扮特别中性的女孩 因为这些女孩 她们可能个性比较强 可能自己有一扇门 这扇门打开需要钥匙 所以如果我不是真的很 很一见钟情的话 我不太会费那么大力气 去找出这把钥匙 去打开她的一个心灵之门 稍微有点穷脑的人 都知道我下面要该问谁了 在孟老师问之前 我想先采访一下 你现在有没有罪恶感 刚才人家帮了你 你看你还下了一记狠手 你有内疚感吗 因为她在录这个 这段短片的时候 不知道有这么样的一个 其实我想说 我也没有什么资格 去批判她这种想法 因为在于大多数人的想法之中 打扮的中性化 就是一种不传统 大多数中国人是传统的 因为遵循的是 孔子的那个中庸之道 还有一点就是我想说 我站在这个舞台上 就是想让大家知道 我们打扮的中性化 但不代表我们没有内容 不代表我们是很张扬的那一代 我们只不过是 想要走自己的风格 而且我要用自己的风格 让你认可我 让你们这样的人认可我 谢嘉 我觉得我很喜欢你的性格 我相信如果说再有接触 我会是跟你是成为很好的朋友 谢嘉非常坚定 这盏灯还亮着 来 我们给谢嘉一张掌声 谢嘉是一个悲情主义者 明明知道前面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他还要去撞 恭喜你进入到了男生权利 我们节目为你送出了600元的约会 今天下面你要做的事情 是从这六盏灯当中 灭掉四盏 回到原位 快 我们可以一起去厦门 我们可以一起去厦门 谢谢 谢谢 我也特别喜欢厦门 真的 我们只好厦门还可以 厦门是我最喜欢的 我们可以去看机灵 我不要 不要 不要 你走 走呀 你可以尝试一下满地打滚那种 那种行为艺术 那我们可以一起去厦门 我们还可以一起旅游 我们还可以一起旅游 我很喜欢旅游 我真的 不需要呢 不要嘛 麻乐 其实我们不用了通过这个 我们也可以去厦门 我不要 我不要 快动了 过头 你自己按掉吧 给人家一个机会 好 快点跑回来 好不容易把这个任务完成了 7号 说两句给我们 我难过 下雪了 你在笑还在哭啊 你觉得你不要让那个邻居 他的精神状态是正常的吗 我觉得他刚才出现幻觉了 那你签好别的女嘉宾的时候 我们还要一起去厦门 好 有请2号 11号 我们来看看这个帅哥 不要让他一见钟情的女孩会是谁 你猜一下 你每次猜的都特别准 你觉得会是谁 他真的没往我们这边看 我觉得肯定也不是我 你觉得他不是这个半区 是吧 是这半区 但肯定不是我们这边 你猜一下 像他这样的人会选谁 应该会选2号吧 就你边上的 对 他会说的对吗 看大屏 那个8号 我觉得你觉得像马诺这样的表态的那么准 是不是也是一种精神变异的一种状态 这个不是 这个只是巧合我觉得 这是巧合吗 对 他已经巧了至少 他很多次了 这个不太正常我觉得 这是属于女人的第六感 对 那个马诺 我猜不很像马诺 就你明明知道他选的是2 你还是很有兴趣 并且你很有信心要上来来干 因为我觉得他应该不会灭我的灯的 所以我就一直亮着 他特别享受这个过程 对吧 不是啊 你别瞎说 这是你说的 不是我说的 好 你觉得最后的结果有可能也会战胜2号 我不知道 但至少愿意试一下 对 我很少看到对面11号呈现出一种比较谦虚的状态 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了 你的第一项男生权利是 两个女生的十项基本资料当中 你可以挑一项继续了解 看大屏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那个 讨厌男生的类型 接着看大屏 他们两个的回答是 2号的回答是 耍心眼小家子气的男生 马诺是话多的 不爱洗头的大眼睛双眼皮 我觉得你占了其中的至少两条 来 我们看看你的眼睛也够大 双眼皮也够双 好 答案看完了 你的下一项权利是 你还可以提出一个 你觉得很重要 你最想了解的问题 问他们两个 还是一样 因为我前面有说 就是可能我在之后的一个人生规划 包括求职的规划是多元化的 我觉得一个人的人生是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 来为自己添砖加瓦 来吩咐自己的人生 那势必会有一些经济状况 会有一些突变 那我想这样不稳定的一个经济状况 你们是如何看待的 是不是能够与我 或者说是一同去走下去 还是说是就分道扬镳了 谁先回答 马小姐吧 我只在乎今天 如果明天发生事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也不知道会不会离开 这后半句子 你就等着吧 来 二号 我可以很承诺地告诉你 一旦我认定了就坚持不懈 直到成功 谢谢 你的男生全力结束了 这会儿我想电视机前很多观众 都很想知道最后的那个结果 因为现在没有中间的那个第三个人 因为你的心动女生就是二号 也就是说你可以很顺利地从两个人当中 带走任意一个 现在的问题是 这帅哥会带走他的那个心动女孩 还是把那个十一号 从第一场一直到现在都在的 场场都在的马诺带走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悬念 你的决定是 我还要选择二号吧 好的 刚开始办灰太郎戴头盔的时候 什么都看不见 只能从他嘴巴缝看到 然后头盘一拖的时候 我就啪 第一眼就看到我旁边这位二号的 我也是看到他那个灰太郎头像 坐下来那一下那我就觉得 肯定就是他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们想了解24位女嘉宾 更多的详细资料 和他们的联系方式 可以编辑短信8108 女嘉宾编号发送到106.620 举个例子 如果你想了解01号女嘉宾 编辑短信810801 如果你想了解的是24号女嘉宾 编辑短信810824 同时你也可以登录我们 步步高音乐手机 《非诚勿扰》的官方网站 给他们留言 当然最好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报名的方式出现在屏幕下方 最后感谢数据家园交友网站 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非诚勿扰》 感谢您 lady 感谢 rubber 优优独播剧 entered